前陣子呢 已经有许多品牌 陆陆续续在发表 他们2020年的新表 那在这么多品牌当中呢 万宝龙算是相当迅速的一家 因为他们在 全球曝光新表资讯以后 新表也选及到了台湾 到台湾的这么多新表当中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 就是今天要介绍这一款 1858系列的单案把即时马表 那么1858系列呢 主要着重在有几个重点特色啦 一个的话 它的定价上面相对之下都比较入门 那再来的话 它在风格设定上面定位是一个 复古、复刻的作品 也因此它在设计元素上面 会运用了很多 像是说旧式的万宝龙logo 以及说教堂针的一个配置 让它的外型设计都古味十足 那从1858系列2015年开始推出以后 万宝龙就针对这个系列 开始增添不同的功能的选择 从一开始的三针 到后来计时马表 到后来甚至有把原本 只在复杂功能复杂万表上面使用的 南北半球显示也加在了1858系列上面 成为它一个相当 具有特色的万表之外 到了今年 万宝龙则是为1858系列增加了 这一款全新的单按把计时马表功能 整个外型上面还是满 承袭的1858系列的一个风格的特色啦 就是说它外型设计上面会感觉到它走的是很复古的路线 那单按把计时马表这种功能呢 其实也算是能够更衬托 这样一个风格的样式 那它除了有这一款 我手上这一款不锈钢的非向量版本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款更特别 我个人更喜欢的是 它青铜材质的这个版本 它限量是1858支 然后双载的机芯是型号MB2512 这一颗自动上链机芯 其实官方并没有多下琢磨 多下叙述这一颗机芯它的原由 不过根据我跟陈邦国际名表的汤姆有聊到这一颗机芯 如果当你把这枚万表拿在手上晃动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它的自动上链是采取是单向上链的方式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ETA 2894的即时机芯的话 它是采用双向的 所以因此它会觉得这一颗机芯的基础 应该是以7750下去做改制而来的 其实当然把即时码表这项功能 严格来说的话 它从技术本位上面来看 对比即时码表它可能算是从 把原本的即时码表做了一个拆解 然后重新组合成 当然把即时就只是把这三项功能 启动暂停归零 整合到同一个表冠上面 当然你喜欢传统即时码表 或喜欢单按把即时码表这因人而异啦 不过如果是我的话 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表现方式的 回过头去看市场上面啊 这个位阶上面有用单按把即时码表功能的 除了我们今天介绍万宝龙之外 可能还有浪琴吧 浪琴之前也常推出单按把即时码表 除了这两家以外 其实我已经想不到有 其他的品牌有推出这样子的功能 也因此如果你是喜欢这个功能的话 这一款1858的单按把即时码表 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以上就是这次我们介绍星表开箱 如果接下来还有想要看什么任何星表的资讯的话 不妨在影片底下留给我们 我是Chris 那我们就下次见吧